9月28日,迈阿密国际将坐镇主场迎战休斯敦迪纳摩 这是一场备受关注的比赛 对手是来自西部排名第四的竞履 总身价达到3200万欧元 历史上曾两次获得联赛冠军和一座美公开杯冠军 虽然过去三次交手 休斯敦迪纳摩取得了两胜一负的成绩 但这并不具备太大的参考意义 因为那是在梅西到来之前 如今,双方的实力和身价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迈阿密国际在引入了布斯克茨、阿尔巴和梅西之后 身价已经达到了8500万欧元 实力也有了显著提升 虽然目前在东部排名倒数第二 但球队已经实现了各项赛事12场不败的对史最长纪录 更是破天荒的在本赛季的北美联盟杯决赛中 击败了一众强敌 获得了对史首座冠军 如今,全联盟恐怕没有球队会将迈阿密国际视为任人宰割的余难 值得一提的是 梅西率领的球队在北美联盟决赛中 正是踩着排名第一的欣欣纳提进入的决赛 此番迈阿密国际坐镇主场 对他们来说更是一次巨大的利好 自梅西加盟以来 迈阿密国际在主场还没有输过一场比赛 唯一能与他们打平的对手是在北美联盟中被击败的纳什维尔 毫无疑问 梅西将成为即将到来的公开杯决赛中的胜负手 不过 目前关于梅西是否会在这场比赛中出场 仍存在疑问 麦阿密国际的主帅马蒂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不能确定梅西是否会出场 球队需要评估梅西的伤情带来的风险 在对战多伦多的比赛中 梅西因为身体不适被替换下场 随后因伤缺席了对战奥兰多城的比赛 然而 据媒体报道 梅西的伤情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更多的是因为赛程密集导致的肌肉疲劳问题 因此 目前外界预测梅西很可能会在公开杯决赛中出场 马蒂诺不确定梅西是否会出场的言论 也被球迷调侃为有何武器还放烟雾弹 然而对手休斯敦迪纳摩的主帅奥尔森认为 梅西一定会出场 在接受ESPN的采访时 他表示 我就算现在有阻止梅西的计划 我也不可能把这事情说出来 我更想去问问之前尝试阻止梅西 但却没有成功的5000名教练 在阻止梅西的事情上 他们或许更有心得 奥尔森说 我们自然想去压缩空间和限制梅西 对于美支球队来说 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10号球员时 都会做类似的事情 然而 我们必须对迈阿密国际做出整体上的分析 不应该想着如何去限制他们的强点 而是找出他们的弱点 这才是我们面对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奥尔森对于限制梅西的问题 有着独到的见解 毕竟连黄马这样的强队 都曾被梅西单枪匹马地击败过 以大联盟后卫的能力限制梅西 是不可能的 这往往会导致顾此失彼的局面 投入太多人去限制梅西 就相当于放松了对其他人的限制 虽然限制了梅西的进球 但却限制不了他为队友创造机会的能力 无论罗伯特泰勒还是坎帕纳 这些球员在梅西到来后都有了很大的成长 他们的球伤和自信心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大胜多伦多的比赛中 罗伯特泰勒接替梅西出场 贡献了两射一船 主宰了比赛 坎帕纳不再只是一个只会投球的前锋 在梅西、阿尔巴和布斯克茨缺席的情况下 迈阿密国际能够在1比1战平排名第二的奥兰多城 这已经证明了这些球员的进步 现在球队中已经有其他人能够挺身而出 这也反映了球队气质的转变 我们有理由相信 目前三军用命的迈阿密国际在比赛中会更具优势 他们将在28日向队史第二座冠军发起冲击 无论是否进入季后赛 迈阿密国际本赛季都不会有遗憾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